哈喽 今天呢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何卸妆 卸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 那然後 你要保護好你的肌膚 要徹底的把化妝品 從你的臉上 清除乾淨然後毛孔 才能張開才能很好的吸收化妝品 那一般我們畫 像我的話比較會注重眼妝 還有嘴唇比如會塗口紅 還有畫眼影 那這個就是我一定會用的 然後這個在網上 大家也很多人會推薦 蘭蔻的 然後這是 eye makeup remover 那你用之前呢就是這樣子 然後把它給搖放均勻 這個真的是不難買到 再沒洗啊 就是都可以買到 然後拿化妝皿 然後清覆在眼睛上面 大概幾秒鐘 你要不要抖 然後就這樣子 這樣 是很神奇的 其實一下子就卸得很乾淨 是同樣的動作 就是這樣子 你眼睛這邊 你也不能太用力的去拉扯 因為這邊的肌膚是很脆弱的 那像我今天沒有塗指甲 阿明不是指甲 嗯 睫毛膏 如果你塗了睫毛膏的話呢 你就是這樣子 把睫毛畫上去 然後拿一個刷子 在上面 或者用手 有時候用手也可以這樣子 然後你的睫毛膏就會這樣子 沾到這個化妝棉上面 是很輕鬆的 就很輕鬆的 就把眼睛卸得很乾淨 然後畫那眼線的人呢 我會建議用眼簽 沾取這個 然後卸妝液 然後輕輕的把眼皮膠拉起來 然後這樣子 這樣子 點點點的方式 然後這樣子才能徹底的把眼睛 眼妝給卸乾淨 我一般就是用這個 眉毛阿 眼睛阿 還有嘴唇 都是用嘴唇 然後卸完了以後呢 然後我會建議大家去買那個 日本的 嗯 是小粉花 的那個 eye wash 就是像一個洗眼睛的一瓶 還有一個容器 那你用了以後 可以這樣吸在眼睛上面 然後把眼睛睜開 然後這樣子 大概五到十秒鐘吧 然後你化妝品 其實有時候會殘留 會掉到眼睛裡面去 然後這個eye wash 它就會非常輕鬆的 幫你把這些東西給洗出來 那你眼睛 像我現在都很喜歡用電腦和手機啊 就 其實是 蠻好的一個選擇 會 減少你眼睛的疲勞 那其實最重要的 眼眉毛 眼睛和嘴唇 就已經卸好了 那像我今天呢 是 出來 旅遊 到兩個人家住 那我就沒有帶卸妝的東西 我就會用這一瓶 就是國貨 百雀林 甘油1號 然後這個還是 蘆蕙滋潤的 這個其實很好用 但是 你不要看它很便宜 真的很好用 然後這樣子 同樣的 我把它 擠在化妝棉上面 它是這種 折裏狀 非常輕透的折裏狀 看到見嗎 自己的到我手上 它是這種 Jelly的感覺 然後把它 就這樣 一整塊 吐在臉上 它其實是乾的 但是它不是說 是那種很肉 會讓你覺得很噁心 是那種折裏 非常 很清爽 然後你就這樣 輕輕的 因為像我一般 分地的話 出來玩的話 就用氣墊鼻鼻 其實不是非常厚重 然後其實就是 不是說很多妝 就還好 這樣很輕鬆 這樣在半邊臉的卸妝 就已經完成了 然後當然像我剛剛說的 用eye wash 然後用洗面奶 然後還要配合洗臉肌 把它清洗乾淨了以後呢 可以炫素的 我就會用這個 像我出來玩 就帶這種小妝的 那你出來玩 也不能忽視了 你的皮膚的保養 把它這樣敷上去 大概 我現在是不太建議 Overnight 把它敷再往臉上過夜 因為其實你枕頭上面 有很多的滿蟲 還有不乾淨的東西 它其實會沾上去 所以我大概就敷這個半個小時 然後我就會去 把它用溫水洗掉 然後再上保養 然後其實是非常迅速 一個可以補救肌膚的方法 如果你要出去跟朋友 約會啊 要出去玩的話 這個是非常好用的 藍芝的睡眠面膜 這個大家應該不默示了 這個真的太用力 然後呢 你用溫水 用洗面奶洗過臉以後呢 然後要注意保濕 然後就會用 耍敷水 先用耍敷水 像是我是敏感肌膚 我是非常推薦大家用這款 我用高中來美國以後 我就用這個 就是完全不會過 如果或者你有過目的症狀的話呢 也可以用 然後就這樣輕輕的這樣子拍打 然後呢 上臉這邊就是 要有一個這樣向上的動作 然後可以輕輕的做一些 配調的按摩 按摩這個 按摩這個面巴的部位 然後一定要跟大家介紹 然後一定要跟大家介紹 這個是心頭 最近的心頭 就是這個 馬油 那如果在波斯頓的同學們呢 我是在中國城買的 然後這個是真的非常好用 像是 NightCloud 這個韓國的九朵魚 然後它真的是有真偽的 我在淘寶上面是 是仔細的調查過 然後裡面是這樣子 然後裡面是這樣子 很精心的一個設計 然後 它蓋子也很漂亮 是這樣的 然後它配一個小勺子 然後它打開 給大家看上一支 打開 然後是這樣子 蛋黃色 這樣子 五高狀 然後你要用勺勺子 然後這樣歪一點 像我的臉 我大概用這麼多 這樣子 就還蠻夠的 謝謝大家觀看 要保護好自己的皮膚唷